《陈情令》 不拘一格 在无尽的岁月中 每一段都有属于他的故事 也有他带来的苦痛 而每天面对难以承受的东西 就希望时光倒流 回到曾经的无忧无虑 又怎么可能呢 生活不就是常与苦痛作伴的吗 有些事情我们改变不了 也无法改 就像魏无羡 他改不了莲花物覆灭的事实 也走上了独木桥这条路 无论过去如何 他能做好的 只有现在 一步一步朝自己选择的方向走 同样的 对于魏无羡来说 16年前 他所经受的黑暗 虽是常人所想象不到的 也铸就他人生中最痛苦的记忆 但纵使如此 他的重生也不是为了让他 再去继续曾经的痛苦记忆 我看到的魏无羡 对于过去从没有过多停留 比起毫无意义的回忆曾经的苦痛 他多的只是对师姐的想念 以及继续着他要做的事情 他比任何人都清楚的是 他知道自己究竟该做什么 又不该做什么 一如16年前 在云梦江世和温情温宁之间的选择一样 对于自己未来的人生 他都有自己的选择 无论生活曾给过自己多少折磨 我们也还是要坚持走下去 不是吗 生活给的好坏都收下 凡此过往 铭记于心 该相信的 是明天会有新的光点 电视剧看完后 我又忙不迭地看了他的原著小说实体书《魔道祖师》 是无删减版 果然 原著小说比电视剧内容要更加丰富 更精彩 故事内容也更加细致全面 点击下面商品卡里的去看看 即可获取《魔道祖师》 天官赐福和扎反 这套墨箱三部曲 值得珍惜 请不吝点赞福和扎反